大家好,我是Mani-san 今天想要教大家做日式和果汁草莓大福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分享的食谱 材料有以下,请截图 首先我们放入90克的糖粉 140克的糯米粉 40克的薯粉 250克的鲜牛奶 1分钟速度4混合 将混合好的面糊倒出过筛以后放上细子 放入蒸锅内 在煮锅内倒入600克的水 盖上盖子,加上蒸锅 盖上蒸锅盖,28分钟varoma速度3 现在我们可以来准备熟糯米粉 将100克糯米粉放入烤箱 8分钟180度煮熟 现在可以将煮好的面团拿出来 这样搓一下,确保里面全熟 可以倒入30克暖化的奶油 像这样一直混合 直到奶油全都融合在面团里面 这个步骤需要点耐心 可以在稍微冷冻的时候戴上手套 然后呢,双手这样子 一直搓,一直搓,一直搓 搓至光滑 圆滑即可 放一旁,现在拿出保鲜膜 然后呢,再随意的这样揉滑 将面团揉滑以后呢 放在保鲜膜上坦平 盖上保鲜膜 此时我们要将面团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 那现在来准备馅料部分 有又大又美的草莓 还有就是煮好的红豆泥 你也可以放芋头馅哦 那像这种大颗的草莓呢 我就会选择放在里面 我们把头切掉像这样即可 然后呢,拿出一大匙的红豆泥 这样包裹着草莓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待用 那像这种小颗的草莓呢 我们就会放在外面做装饰 我们准备里面的红豆泥馅 像这样子,放在一旁待用 那现在取出面团还有熟糯米粉 最重要记得戴上手套哦 全程戴上手套 打开面团 切开自己想要的大小 现在我们来包第一颗大颗的草莓大福 你看面团是很柔软的哦 这样子搓圆以后放在砧板上 用手掌这样子平均的压扁 压扁以后呢 我们就取一颗包裹着草莓的红豆泥馅 这样子反过来用虎口的方式 然后呢,将底部这样子紧紧的包裹着 要确保馅料是不会露出来哦 然后记得是要薄薄的一层哦 然后这样子放在砧板上滚圆以后 沾上薄薄的糯米粉 记得是薄薄的一层哦 你看,漂亮又大颗又好吃的草莓大福完成啦 现在我们做小颗的 那小颗的话呢 我们就取一小份面团 然后一小颗红豆泥馅 这样子同样用虎口的方式 包裹,收紧,滚圆 然后呢,就再裹上薄薄的熟糯米粉 这样子即可 是不是很漂亮 如果你想要做抹茶口味的 可以在这时候在面团上锁上抹茶粉 然后呢,我在这里也做了紫薄口味的 最后一颗咯 大家记得在看清楚哦 包入馅料以后呢 用虎口的方式滚圆 然后收尾 将底部紧紧的盖紧以后 然后滚圆 抹上薄薄的熟糯米粉 就这样完成啦 那么现在我们取出一个小颗的 在上面呢,用刀这样子轻轻的 切一小个洞 然后呢,放上你的草莓 是不是很好看? 美味そうですね! 漂亮又好看的草莓大福 就这样完成啦 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这小可爱 送给身边的朋友 让大家都享有快乐的幸福感哦